Hello 我是Coco 在蒙特利尔老港这样到处都是昂贵餐厅的地方 花五加币就能吃到一块比我脸还大的这个披萨有行吗 今天我来的这家餐厅呢就在我身后 叫做 Slice & Soda 这个slice呢代表的就是披萨 这个soda呢代表的是他们家自制的 七种口味的这个soda饮料非常好喝 那这家餐厅呢在当地年轻人这里非常受欢迎 今天我就要来尝一下 走吧 他们家的这个风格大家看到就是比较有进层 都是有点这个独式的这个style的风格 好了 我现在已经回到车上了 哇 现在车上整个都好香啊 那这家店 Slice & Soda呢 他们家一共是有八种口味的披萨和七种口味的苏打水 那我今天选择了三种口味的披萨 一个呢是Presido 一个是Paperoni 还有一个是Vigi就是蔬菜的 那赶紧来看一下 那因为现在都是外袋嘛 它所有东西都是外袋的 你们看这个一袋子是不是好大好大 就是我刚才说了 今天我们吃这个披萨比我脸还大 然后 哇 非常香 来 先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个 Presido 这个呢是意大利的火腿口味 看一下 上面有这个火腿片 还有罗勒叶 还有这个樱桃番茄 还有一些cheese 来 赶紧尝一下啊 番茄的好酥 它整个呢 首先 它有很浓的这个番茄的味道 然后吃上去口袋是很绵软的 再加上这个火腿呢 就切的 首先看它这个切的很薄 那这个火腿片呢 就叫Presido 那这种呢 是源自于意大利的一种火腿 它的制作方法 有点类似于那个精华火腿 就是腌制过的 然后它会切成像这种薄片 就是很剔透的感觉 然后吃的时候呢 就会有 咸咸的 然后熏制过的味道很浓 然后非常的香 在吃口 我吃了一个分析 嗯 嗯 嗯 啊 这火腿片好爽 太香了 这火腿片 那来说一下 就它们家 刚才已经可以开始介绍过 它们家是这个New York Style 就是 嗯 北美风格的这种披萨 跟意大利披萨呢 完全不太一样 那首先 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大 这个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那第二它就是 这种披萨呢 它的边 大家看 是又厚 然后脆脆的烤的 它里面的这个披萨的 整个面饼心里面的感觉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又软软的 然后糯糯的这种感觉 上面还会有这个 嗯 起司的口味 一般它放的东西呢 都是像 番茄酱 然后起司 然后这个 各种焦头 就是 比较喜欢的 瘦大家喜欢的这种焦头呢 做好了 都可以往上放 那整个呢 它这种样子 还有个特点就是 可以把它折起来 这么吃 所以呢 就是很瘦 就是北美的 这种粗犷风的 这个人们的喜欢 然后这样子吃起来 也会更加的爽 嗯 嗯 这个火腿片啊 真的太好吃了 整个的感觉就是 分量太足了 这一口下去 嗯 先放一边 我要尝一下 第二个口味的 pizza 赶紧试一下第二个 呃 第二个是这个 sacroni 就是 香肠口味的 哇 看 也是超大的 这个样子 然后你们看 它这一片pizza上面 用料超级的厚实 有这个 12片这个火腿薄片 在这个上面 我来尝一下啊 首先还是对着吃 嗯 嗯 嗯 好爱 很浓的番茄味 面饼在里面很软 嗯 哇 上面这个香肠的味道 好浓啊 这种香肠呢 其实就是 嗯 意大利的这个香肠 叫做piperoni 那这种香肠呢 它的制法就是用 嗯 猪肉和牛肉混合腌制 然后再配上这个 辣椒粉一起腌制之后呢 首先它的这个颜色 是非常非常的红 然后它的味道呢 比起一般的这个 别的香肠来说呢 它可能更加偏柔软一点 所以这么你像pizza这样子 一口气咬下去的话 它也不会 就显得特别的硬 就是整个和这个面饼配上一起呢 就特别好入口 最喜欢吃肉的 特别是香肠的这个朋友来讲呢 都太满足了一口下去了 这种香肠的pizza 其实也是最常见的一种pizza的做法 刚连吃两块pizza真的有点渴了 所以呢他们家会配上他们家自制的这个soda 他们家呢一共有七种口味的soda 都是自制的 这也是他们家不同于别的这个店的 那左边这杯呢叫做harracan 就是那个飓风的意思 然后黄黄的 颜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整个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先来喝一下这个 好爽 那这个里面的口味呢 是有百香果和这个菠萝口味的 就是它特别能解这个pizza 刚才的这个咸味和稍稍有一点腻的 这个口感 就这一口喝下去之后 又感觉又可以再来一大块了 这杯就是纯百香果 就是这个fruit passion这个口味的 百香果口味的 这个口味就比较偏淡 而且喝下去之后呢 就有一种你刚吃了一颗 百香果口味的棒糖 就是鱼流下来的这个甜甜的感觉 也是非常清新的 所以买他们家这个pizza的时候呢 看来是一定要配一杯这个soda 这样呢吃起来呢又解腻 然后又清爽 继续吃pizza 连着两个大混之后来吃一个素pizza 这是我在他们点的 在他们家点的这个最后一个pizza 看同样首先非常的大 来看一下这个pizza 他们家这个pizza呢 其实都做的在我看来就是比较色香味俱全 你像这个素pizza上面 你看有这个橄榄 还有红椒 还有这个香菇 还有这个洋葱 还有这个绿色的蔬菜 然后也是看上去就非常的有 让人有食欲 赶紧先同样先折叠 然后再 他们家这个橄榄和红椒搭配的这个口味 简直是太清新了 这个素pizza 因为这里的很多人他会特别的只吃素嘛 你相对于健身啊或者素生的时候呢 健身完了就来一块素pizza 哇他们家面饼好软啊 行不下来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 有一点点烤的 稍微有一点点焦的这个 面饼的这个味道 太香了 我现在来尝一下它这个边 因为New York style这个pizza呢 最有名的就是它这个边的这个味道 它是脆脆厚厚的 尝一下这个边 哦 好脆啊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边 它应该是刻意烤的稍微有点焦 然后这种 哇看 这个焦脆的感觉十足 特别的香 它这个有一点好 就是脆 但是它不硬 整个它其实就是香香的这个纯面饼的味道 哦 这个边 是我能接收的这个pizza的这个边 好好吃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 那今天呢 是买了三片pizza和两杯苏打 那他们家这个pizza呢 不是说五加币整一块啊 就是说它的价格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买的这个 pepperoni是五加币 然后这个prosito呢是六加币 然后这个蔬菜口味的是五点五加币 那再加上苏打水一杯是五加币 那一共是连税连小费是三十五加币整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两个人的一餐饭的这个价格了 特别是在老港这样的地方 就夏天你如果去老港逛 然后又想吃一顿 然后又不想选择太贵的餐厅 那我觉得到这家店点一个苏打水 点一个pizza 然后呢就找个地方这么一座 欣赏着这个老港的这个风景 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好了最后总结一下啊 那今天这餐pizza呢 我说了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那整个从性价比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它可以达到十分 但是如果单从口味来讲呢 因为整个蒙特利尔其实好吃的pizza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达到八点五分 那总的来说呢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好那我们下期吃什么呢 敬请期待